这么奇葩的办法呀 当然不是我想出来的 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 剑男会给人这么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连水鬼都看着愣住了 可能水鬼也没看见过这么剑的人 我赶忙趁水鬼愣住的时候 激活成影剑 快速向他测了过去 但水鬼反应也很快 一到水木凭空出现 挡住了我的去路 同时水鬼也推到了小溪中央 好大的水木 这不是玄幻电影啊 水鬼是不是真的这么猛啊 就算是女侠也没搞过这么大的场面 不过水鬼和女侠的战斗力方式不同 女侠来无影去无踪 用的是阴气攻击 如果女侠想杀我的话 估计一下就能灭掉我三战阳火 而水鬼就不具备这种能力了 但是在水里 水鬼的能力依然恐怖 我不想沾到水 否则可能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 所以我没有贸然穿过水木 但水木就快速的变形 形成了一滴滴的小水珠 向我急速射来 我句话一紧 赶忙向后一扬 躺在了地上 那些水珠擦着我的鼻尖飞了过去 反观建南呀 还在那搔手弄姿的跳着天鹅虎 我没好气的骂道 别他妈跳了 再跳你就变成马蜂窝了 建南抚摸着胸部问道 怎么了 我真想扑出去干死这一逼 现在的情况紧急 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连滚带爬的像大树跑去 建南看我跑到连滚带爬 还傻逼呵呵的笑呢 我心说不用你笑 等一会你就笑不出来了 我成功的躲到了树后 建南成为了水鬼的攻击目标 一片水滴向建南飞射而去 建南大叫一声 然后比我还狼狈的连滚带爬 向树林跑去 但他动作太不利索 似乎背几个水滴抱着菊花 他表情痛苦的喊道 欧巴大哥救我 我没救建南 因为他没有生命危险 而且这货刚才太简了 必须给他点小惩罚 当建南跑到树后的时候 他屁股被打了好几个洞 流出了血液 他此时眼泪在眼圈里打转 说他的第一次竟然丢在了这儿了 我没搭理他 而思索怎么对付水鬼 他的水滴攻击太厉害了 但是他为什么不把水凝结成 箭的形状呢 很简单 因为箭的形状需要很多的水 这样一来水就会变得很重 涉速会降低 而且他的水滴不会蒸发 非常是急 忽然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既然他的水滴和空气摩擦 是不会蒸发的 但是我却有办法让他蒸发 我不是有隐能吗 将双手火焰化 触碰在那些水滴上 水珠肯定会蒸发的 不过要先把水鬼引到陆地上才行 小溪里的水太多了 否则我拿他没辙 我对箭南低声说道 箭南用对策三 对策三就是示弱 假装打不过水鬼 狼狈地逃走 如果水鬼追上来 他就中计了 于是我跟箭南借着大树的掩护 向远处跑去 连自行车都不要了 我俩跑出了几百米 发现水鬼并没追上来 我靠着大树说道 箭南这对策三没用了 箭南凝重地说道 大哥 实在不行 就用美人计嘛 你脱光衣服 用美色把它吸引过来 滚毒子 我没好气地骂了一句 正当此时 我听到后方有声音传来 我赶忙探通头绪观看 发现水鬼竟然凭空 拖着一坨水 飘了过来 好大的雨拖 箭南感叹地说道 箭南 不为了 我跟箭南形成了一个 小型的包围圈 虽然只有我们哥俩 但仍然断了水鬼的后路 我快速拖到运动服 将撑影剑插在了腰间 运机引能 双手瞬间火焰化 水鬼见到我人手火焰的双手 也愣了一下 但他攻击速度也快 将水形成一条水边 向我抽了过来 他的攻击 似乎就那么三种 水珠 水边 水爆 水爆就是让实力爆炸 我微微弯腰 躲过了水边 我跟箭南对他形成了 前后包围 他攻击我的时候 箭短时间 趁机摸到他身后 正准备给他来上一副 但水鬼却忽然转身 一水边抽了过去 我赶忙低喝一声 小心 没想到箭南反应还挺快 较低一管 躲过了水边 然后右手不停 夹着燃烧的 燃烧的符咒 继续向水鬼身上按了去 就在我以为他会得手的时候 水鬼快速在身前 升起了一道水墓 符咒沾了水 火焰直接灭 箭南把沾了水的符咒 贴在水鬼身上 直接被水鬼一脚踢飞了 但我也趁着这个机会 摸到了水鬼的身后 在他踢飞 箭南的同时 将成形剑的火焰剑刃 刺进了他的身体 同时快速将火焰 箭刃变形 箭刃周围 刺出了很多的火焰金刺 自从老片子教过我 这个箭刃可以变形之后 我就经常练习 现在已经比较熟练了 成形剑的火焰箭刃 是由阳气幻化而成 所以 并不怕沾上水 纵然水鬼身边 有水部保护 箭刃也没受到丝毫影响 只是他一击 水鬼就被打尾了 他身边的水 都落在了地上 估计是受伤太重 已经无法再操纵水了 而此时 他又想逃回小溪里 我怎么可能让他再逃了 挥动成形剑 又一剑砍在了他的身上 这下他是真伪了 灵魂都快透明了 估计我再来一下 他肯定魂飞魄散 他露出了哀求的神色 说着一大堆 我听不懂的日语 我从黑色背包中 取出了带有阴气的化妆盒 对他勾了勾手指 然后指了指化妆盒 示意他自己进来 他虽然不情愿 但碍于成影剑的威力 只能乖乖的进入了化妆盒 等他进入化妆盒之后 我在化妆盒上贴了三张洋服 防止他跑出来 所以说 作为一个道士 不光有高深的道 也要有精明的头脑 找出水鬼薄弱点 抓住他的弱点进行打击 即便是排名第71的水鬼 不也被我和建南轻松搞定了吗 不过 我倒是没怎么受伤 建南可就惨了 他被爆了菊花 我们骑着各两个药 我返回村里的时候 可就爽了 他被各的眼泪都流下来了 其实我们这次 还是真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建南献出了他的菊花 不过这笔是活该 谁叫我跑的时候 他开笑话来着 被爆了菊花也是应该 我还没找他算账呢 返回村子之后 建南已经被各的神志模糊了 张子轩见我们回来 赶忙迎了出来 问道 搞定水鬼了吗 建南语无伦次的说道 我把高弄死他 不对 是把他封印起来了 一名保镖在旁边小声敌道 现在才2011年 建南style好像是明年才会发布 你说什么 建南问那名保镖 没事 我是龙套 可以提前预知剧情的 啥 建南没听明白 又问了一次 没事没事 我是说你的脸色似乎不太好 保镖说道 没搭理建南和保镖 我对张子轩说道 张兄啊 有心发现 这水鬼啊 居然是个日本鬼 我把他打成重伤 封印了起来 我怀疑 他应该和那些古董有关系 现在啊 请你找一个日语专家来 我们审讯水鬼一番 说不定能得到一些情报 日语专家 张子轩笑了笑说道 不用找了 你女朋友不就是日语专家吗 小灵姐 我惊讶的问道 张子轩疑惑的问道 徐宁柔精通日语和英语 你不知道 我还真不知道 徐晓玲还有这两下 我们聊了几句 张子轩带建南去治疗菊花了 我则是找到了徐晓玲 问道 小灵姐 听张子轩说 你精通日语和英语 以前我怎么不知道啊 你英语不好 我和你说这个干嘛呀 在你面前显摆吗 快让我看看 你又没有伤到哪里啊 徐晓玲仔细的打量着我 小灵姐 那你懂日语吗 徐晓玲一边打量我 一边说道 嗯 以前无聊时候 学了日语和英语 不过我没去过日本呢 至于日语啊 正常和日本人交流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知道 徐晓玲啊 这是在谦虚 以他的性格 想要学什么 就一定会学好的 哎呀 真不愧是大家族的子女 从小接受教育 就跟我们不一样 我心中感叹了一番 然后说道 小灵姐 别找了 我没受伤 不过建南倒是受了点伤 我们成功啊 打伤了水鬼 将他封印在这个化妆盒里 令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啊 这鬼竟然是个日本鬼 我觉得他似乎和那些古董有关系 所以呢 想让你帮忙审讯一下他 私自审讯 不太好吧 我笑了 小说道 小亮姐 他是鬼 不是人 不受法律保护的 再说 你想想当年日本侵华 死了多少中国人呀 他也不是什么好鸟 前几天还杀了村长的二儿子呢 徐晓玲想了想 终于点头说道 嗯 那好吧 我笑着在他脸上亲了一下 然后向张子轩的板房走去 准备看看建南的伤势 但我刚走到门口就听到建南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 不要 不要 不要那么用力 轻点 走进屋子 发现张子轩呀 正戴着手套 给建南上药 不得不说呀 张子轩还不错 至少对自己人还不错 最近几天呀 他总会有意无意的跟我提起焕宇哥 张子轩是怎么知道我跟焕宇哥有关系的 很简单 因为我当到徐家之后啊 就在巴达家族出了名了 我的压力呢 也越来越大了 再这样下去啊 早晚会被揭穿的 到时候就完蛋了 建南一边哼气一边问道 欧巴 我这算不算是工商啊 有没有带薪休假呀 有 不止带薪休假 还有奖金呢 我表示很同情建南的菊花啊 主动提出给他发奖金 欧巴 你对我是在太好了 建南发浪的说道 我告诉建南 以后啊 不能再跟我叫欧巴了 否则呢 就扣押工资 吃过晚饭之后啊 我们来到了外面 准备审讯水鬼 张子轩说道 徐宁柔 这村子 毕竟是我先发现的 小龙兄弟呢 也是受雇于我 希望你不要隐藏什么消息 上报给你的家族 徐小龙呢 徐小龙呢 也不生气 他说道 放心吧 我现在是个普通人 和家族没有任何关系 至于为什么帮你的忙 就当是感谢你为我们提供食物和住所吧 求小龙姐帮忙 啊 还这么质疑他 我有点不高兴的说道 张兄 如果信不过小龙姐呀 不如就请另一位的日语翻译来吧 徐小龙知道 张子轩呀 为我们提供药物 见我和张子轩有闹翻的驱使啊 他赶忙说道 张子轩 你放心 我用人格做担保 会做一个尽职的翻译 一字不差的翻译给你听 然后呢 又给我使了个眼色 让我不要冲动 徐小龙如此为我着想 让我感动的无以复加 空地上摆了三个凳子 张子轩 见男小龙姐坐在凳子上 见男掐着几张符罩 如果水鬼有异动啊 他可以及时的保护张子轩 张子轩和徐小龙也擦了牛眼泪 可以看到水鬼 我拎着成影剑 打开化妆盒 将水鬼放了出来 水鬼见我拎着成影剑站在旁边 也不敢乱动 用日语说了一大堆听不懂的话 而此时啊 见男再次尝试跟水鬼沟通 我差点没把成影剑扔过去 你他妈顺着叫日语吗 听到见男口中的中式日语 徐小龙也擦了擦冷汗 然后看向水鬼 用日语沟通了起来 每沟通几句呢 就用中文翻译给我们听 原来啊 这家伙是日本的清华时期人物 名字叫做钢板日川 死亡之后呢 被日本的阴阳师改造成了地浮灵 守护小西上游的一个山洞 据说那山洞中啊 留有日军清华时留下的大批文物 战败之后啊 这些文物不便带走 于是便留在了深山之中 留待日后有机会的时候 再将这些东西取走 他为什么说的这么干脆啊 因为我让徐小龙威胁他 如果不说实话 我就一箭砍了他 不过呀 我仍然觉得有些不对劲 他说的会是实话吗 我对水鬼指着指化妆盒 实际让他进去 水鬼啊 并不具备女侠那种 来无影去无踪的本事 如果他想逃走 只能用飘的 但他绝对没有我的贱款 碍于这一点啊 他只能乖乖的 钻回化妆盒 我们商议了几句 张子轩决定 明天就上山 晚安 我和徐小龙坐在房门口聊天 我有些担忧的说道 小龙姐呀 明天呢 我就要走了 我很担心你的安全问题 自从前两天出事之后啊 我是恨不得寸步不离的保护他 放心吧 哪有那么多危险呀 徐小龙安慰道 倒是你 总会遇到危险的事 这次回去之后 就别再做这一行了 好吗 不行啊 小龙姐 我除了这个 就不会干别的了 再说了 不做这行 以后拿什么娶媳妇 买房子呀 你呀 整天满脑子 想的这些东西 徐小龙点了一下 我的额头说道 你不是还有个打字复印店吗 好好营业 会赚钱的 看看现在 你三天开门 两天关门 顾客少得可怜呢 嗯 好吧 我考虑考虑 小龙姐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嗯 你也是 第二天一早 我们整装待发 十名保镖 装备精良 背着各种野外的生存用具 简单拎着两个榴莲 说是既好吃 又能防身 我仍然背着黑色背包 身上啊 带着签块 至于张子轩 马德华 李小敏 就比较轻松了 什么都没带 轻装上阵 我们一行十五人 骑着各两次摇摇我 向小溪的方向 登去 按照水鬼的描述啊 我们来到了小溪的上游 慢慢寻找了起来 直到下午的四点多 终于找到了一个隐蔽的山洞 这山洞啊 完全被碎石块堵死了 而且啊 还被一棵大树挡着 要不是建南无意间摔倒了 我们还不知道 何时才能发现这个山洞 半小时之后 山洞被炸开了 留下了两个保镖 在外面看守 我们剩下的十三个人 进入了山洞 人手一台对讲机 以便于沟通 可惜的是 对讲机没派上用场 山洞呢 很小 往里走了十几米 就到了尽头 地上啊 摆了一个个大箱子 打开箱子后 发现里面放了各式各样的文物 有字画 磁制品 浴器 清通器 等等 在打开箱子的时候啊 我发现其中一个箱子中的银戒指 很别致 趁其他人不注意的时候 我悄悄收起了银戒指 将其夹在了胳膊 绑着千块的位置 准备拿回去送给小灵姐 张子轩看了看各个箱子中的东西 然后说道 请大家全部退出山洞 不要带走任何东西 退出山洞的时候啊 张子轩对我们进行了搜身 幸亏啊 我有仙剑之名 将东西啊 藏在了千块后边 而张子轩啊 只是象征性的摸了摸口袋而已 出了山洞之后 张子轩让一名保镖回村子 给家族打电话 让家族的人呢 派直升机过来 虽然这里有很多文物 但这种东西啊 谁先捡到 就是谁的 本以为这里还会有什么鬼物的 没想到竟然这么顺利 大大出乎了我的预料 整整的折腾了一页 才将所有的东西运走 张子轩也跟着走了 说是要回家 仔细检查这些文物中 有没有他想要的东西 他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走 我说不了 徐晓玲呢 还在村子里等我 所以我跟建南 骑着各党自行 我返回了村子 有一去的时候啊 我们骑着15辆自行车 而张子轩和保镖们走了 自行车也都扔下了 建南发现了商机 他说要把这辆自行车啊 全部都弄回去 这些全都是最好的自行车啊 转手每辆至少卖1000块钱 15辆就是15000啊 他可怜巴巴的对我说道 大哥啊 你是有钱人 就就别跟我抢吧 以后我娶媳妇买房子 就靠这几辆自行车了 我看着他样子实在可怜啊 便答应了他这个任性的要求 于是建南自己返回去很多趟 终于把自行车全部都折腾回来了 接下来的几天 我每天都被徐晓菱挨家挨户的收集古董 不过其他村民家中的古董 全部被商贩收走了 另外啊 我们搞清楚了一件事 就是村长一家 原来都是日本的后裔 怪不得心里这么变态 至于村里的古董啊 都是他们上一辈在山里捡到的 啊 为什么村民之前不说 因为他们呀 还想再上山找着古董啊 然后拿出来卖钱 所以呢 大家全都守口如瓶 如今大部分外来者都走了 他们也暗中去找过很多次 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所以呢 便说了实话 一切都云开雾散 这村子里已经没有什么古董了 徐晓菱只找到了一个明朝的青花瓷碗 继续留在这里已经没有意义了 所以呢 我们准备打道回府 回到麒麟市 直接带徐晓菱回家吃饭 但却忽然发现啊 家里多了两个鬼 是龙臣将军和他的妻子 我惊喜的不得了啊 但也怕的不得了 惊喜的是龙臣将军 可以教我扇子的使用方法 怕的是扇子给我玩坏了 我对龙臣恭敬的说道 前辈 我家里还有客人 晚些时候呢 再和您说话 龙臣很随和的说道 没事 你去吧 吃过晚饭后呢 我将徐晓菱送回住处 然后马不停蹄的赶了回来 回到家后 跟父母聊了会儿天 走回房间 关好了房门 对龙臣说道 让强辈久等了 我呢 是按照慕容丫头的嘱托 过来教你 怎样使用防雷扇的 我有点结巴的说道 那个前辈啊 这个扇子呀 出了点小问题 啊 风雷扇的扇骨 是用特制的乌木制成 扇面呢 是用天蚕丝制成 刀枪不入水火不清 能出什么样的问题啊 龙臣文道 是这样的前辈 我前阵子呀 制作护身符的时候 发生了一些事 我把这些事情呀 简单的讲述了一遍 听完之后 龙臣头疼的说道 哎 风雷扇中 蕴含的并非氧气 而是真缘 那是一件珍贵的法器 没想到 你竟然将真缘抽空了 风雷扇没了真缘 和废品无益 否则 正身微风 反身微雷 威力无穷啊 那那那前辈啊 那还有办法补救吗 有 龙臣点点头说道 如果你有真缘 就能正常使用风雷扇 我当年知道自己必死 所以将毕生真缘 管住到了扇子中 即便没有真缘 也能使用 但没想到 你却将真缘挥霍一空 我干咳了两声 不好意思前辈啊 我有个疑问 真缘是什么啊 我感觉扇子散发出来的气息 明明就是阳气嘛 那是因为我的真缘是阳性的 所以阳气的气息类似 所谓真缘啊 是一种浓缩的能量 比真气更加精准 但真缘并不是人人都可以修炼出来的 必须拥有道骨 才能练出真缘 所谓的道骨 就是一种特殊的体制 适合修炼真缘的体制 具有这种体制的人 可以快速的修炼出真缘 而不具备道骨的人呢 修炼十年 可能也比不上人家一年的成果 我有些期盼的问道 前辈啊 那我有道骨吗 龙臣摇了摇头 你不适合修炼真缘 所以我才说呀 风雷扇算是报废了 不过呢 你也不用自责 风雷扇呢 已经赠予你了 怎么处置随你心意 我不大好意思 赶忙转移话题 跟龙臣说说关于我 受伤见气的事 龙臣说 如果风雷扇里还有真缘的话 发挥出的威力 远在你那少伤剑气之上啊 搞得我心里痒痒的 真想看看这扇子 究竟有没有龙臣说的那么厉害 可惜扇子里的真缘 被我做成了护身符 龙臣说 真缘啊比阳气 更具有克制鬼怪的效果 所以我做出来的护身符 才有那么大的威力 又聊了一会儿 关于慕容带雨的事 龙臣说他准备回龙臣墓附近隐居 以后我有事的话呢 可以到那边去找他 也可以用符咒召唤他 原来上次慕容带雨 消失了那么长时间 就是去找龙臣了 他托付龙臣指点我一下 这让我又想起了 第一次和慕容带雨见面的时候 龙臣走了 来的匆忙 走的也匆忙 既然不适合修炼真缘 那就好好研究隐能吧 上次老骗子录的几手 可谓是精神害俗 几秒钟就搞定了红毛浆 所以我的隐能也是充满了信心 翻出老骗子送我的笔记 仔细研究了起来 第二天 来到打字复印店的时候 建南正坐在电导前研究了什么 听见有人进来 建南头也不抬的 我说道 服务业五毛 打印一块 修鞋一块五 配钥匙两块 我当场就误语了 幸好我的店里什么时候 有修鞋配钥匙两项服务了 你们这明明是我打字复印店好吧 于是我问道 建南啊 你这头也不抬 眼也不睁的 看什么呢 听到我的声音 建南终于将头抬了起来 一脸兴奋的说道 大哥 我要请两天假 干嘛去啊 参加花样男子 撸管锦标赛 建南呀 满脸笑容的说道 我被累了个立交外难的 连话都不会说了 崩溃的稳当 撸什么赛 花样男子 撸管锦标赛呀 听说撸的好的话呀 以后可以参加奥运会 和各国的选手比赛 卫国争光的同时呢 还非常露眼呀 大哥 要不我也帮你报个名 建南认真的问道 奥运会哪 他们有这项比赛呀 我问道 你听谁说的 在我时候看到的 简单有点心虚的说道 网上的东西你也信呀 我没好气的说道 七成是欧洲剧 三成是骗人的 不准去 不给假 转眼 三个月过去了 这天是2012年1月15日 还有一周啊 就过年了 此时 我和徐晓玲 坐在机场的后机大厅 等载飞往首都的航班 徐晓玲说 虽然他不喜欢家族啊 也不喜欢父亲 但过年了 还是要回去和父亲团聚的 协林市的冬天十分寒冷 我给他买了厚厚的衣服 把他捂得像个企鹅 看起来呢 很是可爱 小林姐也给我买了厚厚的衣服 我身上穿着的这件白色羽绒服 就是他买给我的 我本来是想给徐家主 买份新年礼物的 不过呢 被徐晓玲阻止了 他说 徐家什么都不缺 你买的东西 他还不一定看得上呢 所以啊 还是不要破费了 不过徐晓玲啊 倒是给我的父母 买了新年礼物 不一会儿 到了登机的时间 我送他走到了登机口 他在我嘴上清灼了一下 说道 我走了 到首都机场 给你打电话 我微笑着点了点头 目送他进入了登机口 几个月来啊 我们如交似漆 早就已经接过稳了 徐晓玲善解人意 对我关怀备至 我们在一起呀 很快乐 从来不会吵嘴 航班起飞了 我走出了机场 心说 还要马上赶到火车站 回原阳市的老家过年 我的爷爷已经去世了 奶奶仍然住在乡下 我已经五年没回去过了 今年大姑啊 组织让我们所有亲戚 都回老家过年 所以才有了这一出 老爸老妈前几天就走了 我等着徐晓玲 没和他们一起走 不过呢 车票也早就买好了 是建南帮我抢到的 建南也回家过年去了 最近三个月来啊 生意比较少 我们只吃东了两次 赚了不到一万块钱 过年了 我给建南发了个 五千块钱的红包 把他乐坏了 想扑过来亲我一口 不过我反应迅速 一脚将之踹飞 上次和郑子轩分开没多久 他就给我汇款两百万 八大家族的人 真是财大气粗 那可是两百万 他花的就像两百块一样随意 不过想想也对 如果我没有抓住水鬼的话 他也不可能知道山上有文物 光是那些文物的价值 就不止两千万了吧 上次顺手欣扬回来的戒指 已经送给徐晓玲了 我没敢告诉他 戒指是从山上偷回来的 只是说不要问那么多 你带着漂亮就行了 一路打车来到火车站 发现火车站里真是人山人海 毕竟是春运 甚至有很多人打地铺 在火车站里睡觉 好在我有贱单抢到的票 不然就要买战票回去了 我忽然有一种贱单在手 车票我有的自豪感 火车十分拥紧 即使加了两截车厢 过道里还是站满了人 不过大家脸上都是喜气洋洋的 全都是赶着回家过年的 路途十分遥远 火车要一天一夜才能到 我本来想要买卧铺的 不过贱难的没买到 只买了个硬座 但即便如此 我也很满足了 这些年 我们一直都是在自己家过年的 由于路途太远 所以很少回老家 今年大姑 为什么组织我们回老家 听说是她出钱 重建了老家的祖屋 将老家的祖屋 修成了一个二楼 据说花了七十多百 可能是想显摆显摆 才让我们全部回去的 说起大姑 我对她是没什么印象 大姑家很有钱 是做玉器生意的 平时不跟我们这些 穷亲戚联系 更是很少回老家 真是有了钱 连亲戚都没了 不过今年 不是说臭的奶门子协风 居然这么大方的 花了好几十万 重建老家的祖屋 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奶奶生了五个孩子 四个儿子 一个女儿 大姑排行第三 老爸排行第四 所以我还有两个伯伯 一个叔叔 他们都是农民 生活在农村 和我关系最好的 是二国家的哥哥 他呀 大我五岁 小时候经常带我玩 不过现在人家已经成家了 孩子都四岁了 我们也有好些年没见面了 这次回去啊 一定要好好叙叙旧 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 终于到站了 老爹在乡下找了个面包车 过来接我 看我两手空空 老爹笑骂道 小兔崽子 好几年没回来了 也不知道 带点礼物 我委屈的说道 哎 老李啊 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 火车上人山人海呀 带着大包小包 简直就是自己找罪手 哎 再说了 只要有钱 什么东西都能买到 我在这边买 不一样呢 哎 那边不是有个烟就专卖吗 等会我去买几条烟 老爹把我拽住 说道 等会来说吧 还得赶到机场接人呢 他说机场 接谁啊 接你大姑父 跟你表姐啊 老爹说道 表姐啊 我想了想问的 是不是那个胖胖的小时候 揍我的那个呀 老爹笑着说道 对对对 就是这个 不过人家现在啊 可不胖了 女大十八遍 越越变越好看了 前几天 你大姑还要给我们 看了照片呢 我撇了撇脆 老李啊 我想回家 干啥呀 一个大男人 还怕个女孩 嗯 我怕他打我 他那么怕 我打不过他 我打趣的说道 在设想中啊 我们开着车 向机场方向市区 老爹热情的介绍 说开车的司机啊 跟我家也有点亲情关系 让我呢 管他叫赵叔 来到了机场 等了一个多小时 大姑父和大表姐 终于慢悠悠的走了出来 老爹赶忙引了上去 我一看老爹都上去了 我也别闲着了 也跟了上去 帮他们把东西 拎到了面包车上 大表姐不满的说道 呀 三将 你怎么能这种破车来接我们呀 我笑了 想说道 大表姐 有车就不错了 大姑父是精明的商人 假装训斥了大表姐两句 然后跟赵叔握了握手 说道 大兄弟啊 谢谢你过来接我们 这包烟是我们那边的特产 这边没有卖的 来 拿着尝尝 大姑父这几句话呀 把淳朴的赵叔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我心里暗骂了一句老油条 看起来挺热情 平时 怎么不见你 往我家打电话问问好啊 依我看 还不如牙尖嘴里的代表姐来得实在呢 不得不说 当年胖胖的代表姐呀 还真是变得好看了 不过跟我的小灵姐呀 没法比 在我打量她的同时 她同时也打量着我 撇撇嘴说道 哟 你穿着还挺有品位的嘛 其实啊 不是我有品位 而是小灵姐有品位 把我从头到脚 打扮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我笑了笑说道 还好 快赶上大表姐你十分之一了 我顺手拍了个马屁 不过却被精明的大表姐发现了 哼 有嘴滑舌 我无奈的说道 不是我有嘴滑舌呀 而是怕你像小时候一样 所以贴下说几句好话 哼哼你 车上的人呀都小了起来 按照我的要求 车子开到了商工厂 我下车买了十条 鹿蟹 还有四瓶 鹿粮液 以及一些鹿绒 熊胆 海参 一共花了我八千多大元 将东西拎上车 大表姐很没礼妙的翻了翻 她长年呀 吃这种好东西 当然知道我买的是什么 她打量了我姐 说道 哟哟 表弟出手真阔绸呀 最近在哪发财呢 哼哼 大表姐呀 你就别取笑我了 我在麒麟市开了个打字复印店 赚了点小钱而已 和你家的玉籍生意 当然是没法比的 老爹一听我提到玉去 将胸口的龙凤玉摘了下来 对大姑父说道 哎 姐夫啊 你是玉宇航的专家 来看看这块玉怎么样 我想要阻止老爹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当初我对他说和老妈说过 这玉啊是好东西 千万要贴身携带 不能拿出来试人 否则会让人惦记的 我当年没告诉老爹老妈真相 他们不知道这玉是珍贵的宋朝孤独 大姑父啊 看到这玉佩的时候 虽然脸色没变 但眼底却闪过了一丝惊讶 他接过玉佩看了看 然后还给老爹随意的说道 还不错 值五六千块钱 胡扯呀 女侠帮小慧选的三件宝物 都卖着这些两千万的高价 何况给我挑选的三件宝物 据我估计啊 这玉再不济 也是保存完好的宋朝孤独 一百万还是值的 大姑父做了几十年玉器生意 肯定认出了这玉非语寻常 他是假装说这玉不吃鞋 能过几天呢 想再提出高价收购这块玉 他一定是这么想的 哎就算玉是真被大姑父惦记上了 回到祖屋的时候啊 发现印象中那个土房子不见了 变成了一个二层小笼 屋子里边啊 占满了人 然后就开始认亲 老爹一个一个的指 这个应该叫什么 那个应该叫什么 我呀也逐个的打着招呼 奶奶已经非常苍朗 八十多岁的年纪 现在非常的苍朗 爷爷早年在很多年前呀 就去世了 关于爷爷的事 老爹很少提起 就算我问 他也会转移话题 这样有我有些让我疑惑 不过呢 时间久了 也就不再问了 将礼物分给众亲属 奶奶一边责备我乱花钱 一边夸我 长大 阿尔伯家的二哥呀 对我是依然十分热情 拉着我去他家喝酒 一顿酒喝到了晚上八点多 他的酒量还真是不错 喝了七瓶啤酒 我也就迷迷糊糊了 他却鸟事都没有 我赶忙就不跟他喝了 一步三晃的回到了祖屋 我要回去提醒老爹 千万呀 别把玉佩卖给大姑父 祖屋的灯还亮着 老爹他们一群人坐了两桌 正在打牌 这也不方便跟他说话 于是呢 我便找了个房间 一头扎在床上 先说呀 先睡一会儿 睡醒了 再跟他说 结果这一睡 就睡到了半夜一点多 由于我喝了太多啤酒啊 这是被尿变醒的 揉揉脑袋走到厕所 正当我尿得正爽的时候 忽然听到一个玻璃碎裂的声音 同时楼上传来了一声女生的尖叫 我赶忙提成裤子跑到楼上 尖叫声呢 是从大姑和大表姐的房间里发出来的 我敲了敲门说道 大姑我是小龙 发生了什么事啊 门很快被打开了 大表姐穿着睡衣站在门口说道 玻璃被砸碎了 玻璃被砸碎了 往我屋里一看 发现地上放着一块红砖 要是有人 这是有人故意来砸玻璃啊 我跑到楼下 打开门出去搜索了一圈 却没有发现人影 看样子已经跑掉了 会是什么人干的呢 这让我感到很费解 返回屋里边 发现奶奶 老爸老妈 大姑父等人全都被惊醒 我站在门口说道 没看见人影 砸玻璃的人跑了 奶奶啊 咱们家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问你大姑吧 奶奶叹了口气 返回了房间 大姑没说话 走进了大姑父的那个房间 老爹来到楼下坐在沙发上 点了根烟 缓缓说道 盖房子的时候 食工队压坏了几个村民家的耕地 那几户村民呢 要求赔钱 那你大姑偏偏不赔 就这样 写下了梁子 盖房子的时候啊 那些村民也过来闹过事 估计八成又是那些人干的 嘿 真是的 过个年都不消停 小龙啊 这件事交给你去罢了 只要对方要求不过分 该赔钱就赔钱 我知道啊 你小的有钱 别跟我装群了 我翻了翻眼就说道了 老爹啊 以后这种破事啊 别往我身上安排行不行啊 不过你老都发话了 我还能说什么呀 去吧 明天我去找二哥 他呀 应该知道 哪家村民的地被压坏了 到时候啊 我就跟人家谈谈赔偿问题 就行了 老爹呀 笑骂了几句 我们都回去睡觉了 只不过被砸了玻璃的那间屋子 不能住人了 由于喝了不少酒啊 第二天我也懒了个床 直到早晨五点多 我被一阵砸门声和熏闹声吵醒了 安安的皱了皱眉头 我穿好衣服走了出来 只见老爹正在楼下开灯 站在门口问道 谁啊 老的赵二虎 赶紧开门 不然就他妈砸玻璃了 大姑等人呢 也走了出来 站在二楼的围栏边 想看着 老爹一边听 对方要砸玻璃 赶方赶忙开了门呀 十几个大汉 涌了进来 领头的见话 也就是赵二虎 嚷嚷的 擦 你们城里来了 了不起啊 今天不给我掏出十万块钱 你们他们也别想过好年 老爹呀 也是有火气的男人 当即怒道 赵二虎 压了你几块力 你开口要十万 别他妈给脸不要脸 赵二虎眼睛一瞪 挥着手里的拖步杆子呀 向老爹的头上打去 我赶忙低喝一道 快快快躲开 但老爹呀 根本就没想到 对方说打就打 背着一拖步杆 打了个正常 拖步杆啊 都打折了 大标姐尖叫了一声 见自己老爹被打呀 我火气当即就上了 抓着楼梯扶手 直接从二楼跳下去 落在地面 膝盖微微弯曲 卸掉重力 然后向赵二虎等着冲去 赵二虎用断掉的拖步杆子 向我脑袋扫来 我身子下蹲 用出了一招扫堂腿 直接将赵二虎绊倒 然后猛出来他的肚子 把赵二虎打得连连惨豪 跟他一起来十多个人呀 都看傻了 因为我的动作太利索了 直到赵二虎哀嚎道 骂了个巴子 都这么动手啊 算说赵二虎在内 一共十三个人 他们全部都拿着头部杆 铁球 锄头 锤子的动气 几个人向我冲了过来 我低声喝了一声 老李 你上楼 这里交给我 我转过迎面拍来的 我躲过迎面拍来的铁球 七身撞进了对方怀里 十六路亲大手使出 我一招就卸到了对方的胳膊关节 对面又有锄头扫了过来 我赶忙后退 心中暗骂 这些家伙是要吓死手啊 这他到底有多大的丑啊 对面的人一看 我有五级在身 剩下的十一个人呢 全都扑了上来 由于屋子太小 不易躲闪 我被其中一个家伙 抓住了一领 导致我没走过 另一个家伙的锤子 那锤子砸到了我的肩膀上 接着那些人一拥而上 拳头如雨点般 砸落在我的身上脸上 哎 双拳难敌四手啊 主要是因为屋子太小 施展不开啊 否则我可以慢慢缠斗呢 奶奶焦急的声音 在下面响了起来 你们别打了 别打了 我们赔钱呢 别打了 我彻底的被打出火气来 猛的一个下钩前 打在前面一个人的下巴 然后狠狠的向前一撞 冲出了包围圈 跟他们游斗起来 十六路亲打手 频频使出 对方的人 基本全被我卸掉了 胳膊的关筋 打了两分多钟啊 对面就剩下三个人 没受伤 其一全被我卸掉了关筋 胳膊不能用力 中了我的下钩拳那个 直接被我打昏带地 我吐了口代谢的错误 还打不打 对面三个人 手都有点发抖了 也不说打 也不说不打 但却站在那里 不敢上前 僵持了半分钟 我平复了一下心情 说道 各位啊 大家都是同一个村子的 低头不见 抬头见 闹得太僵了 对谁都不好 至于压坏了 你们土地的问题 我会按照规矩赔偿的 但是你们呢 也别十字大开口 怎么样 同不同意 如果同意的话呢 我马上接好你们的胳膊 对方几个人啊 商量了一下 照顾说道 行 但我们的医疗费 也要算在里面 我被逗笑了 大叔 你们实现私闯民宅 我这叫正当防卫 我还没管你 没有医疗费 你倒是先管 我要些医疗费来了 赵二胡伸出大拇指说道 行 你们老李家 真他把行 我赵二胡认灾 压了我们四家的地 赔一万块钱 不算过分吧 大姑在上面嚷嚷道 胡扯 根本就没验你那么多地 最多赔两千 不然我就让我大侄子 跟你们好好理论理论 大姑啊 刚才吓得腿都发软了 现在看起来 似乎硬气都不得了 我没打理大姑 而是对赵二胡说道 行 一万就一万 剩下的钱呢 就当是医疗费了 不过先说好 这件事到此为止 如果你们以后再拿这个出来说事 我可就要和各位好好理论一下了 怎么样 赵二胡干脆的回答道 我上楼取了一万块钱现金 扔给赵二胡说道 好好清点一下 有没有假钱 然后我来到那些被我卸在关节的村民面前 帮他们重新让关节复位 等我治好了他们的关节 赵二胡也清点完成了 点点头说道 钱没问题 顺目正确 我对他伸出大拇指说道 你小子真行 他对我伸出大拇指说道 你小子真行 我们走 赵二胡带那些人走了出去 我将门关好 靠着门轻柔着左肩马 那里被一个村民用锤子砸了一下 似乎伤到了骨头 很疼 老爹等人赶忙走了下来 其中最惊讶的要说老爸老妈了 他们从来不知道我有这么好的身手 但老妈不及惊讶 来不及惊讶 而是关切的问道 儿子上到哪了 让妈看看 大姑父承认道 小龙可以啊 居然还有功夫在身 以前看电影里一个打十个 我都不屑一顾 没想到今天在现实中看不到 真厉害 我安慰老妈道 妈不用担心 都是小伤 不碍事 奶奶快想到 夏龙啊 你真是好样的 你小的时候啊 我还以为你会在农村过一辈子呢 没想到如今不止变成了有钱人 就连身手也变得这么好 哎呀 好呀 好呀 老李家的后代一个比一个优秀啊 然后呢 我在亲戚中出名了 越喘越神 后来连相中十八掌都喘出来了 我留的满头大汗呀 大表姐整天缠着我 说要跟我学功夫 把我烦话 我露出胳膊上的签块说道 如果你能像我这样 一带着140几斤的签块 行动自如 我就教你功夫 大表姐呀 吃扁了 不代替学功夫的事 不过却也对我另一样心看 在我面前呀 完全没有了骄傲的姿态 这年的前一天 我正在和家人老坑 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掏出手机一看 是徐晓菱打来的电话 喂 夏龙 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我爸有话和你说 徐家主 难道是发现我和焕宇哥 没有关系了 我们面色凝重 一边往外走 一边说道 方便 有什么事 说吧 徐家主的声音 响了起来 李小龙 是我 徐家主的声音 低沉的说道 你送给宁柔的戒指 是什么意思 我微微松了吼气 原来不是发现 焕宇哥的问题 不过戒指怎么了 那戒指充其量算是一件古董 徐家主没必要这么惊讶吧 难道戒指是一件非常珍贵的古董 于是我模棱两可的问道 你想问什么 直接问吧 我想问的是 这枚空间戒指 是否算是你给徐家的聘礼 空间戒指 那不是小说里才有的东西吗 难道徐家主修针小说看多了 精神分裂了 但一想到老骗子 凭工变出东西呢 两下啊 我一下就犹豫了 难道这种东西真的存在 也必须把戒指拿回来 好好研究一下 于是我淡淡的笑了巧说道 等到了结婚的时候呢 我自然会背上一份聘礼 给徐家的 区区一枚戒指 实在拿不出手 这枚戒指啊 送给小灵姐 是为了表明我对她的心意 空间戒指 连徐家主都动容的东西 被我说的一文不值啊 并且承诺以后会送出更好的聘礼 徐家主连说了三个好 然后问我 小龙啊 你什么时候有空来徐家坐坐 这态度转变的真快啊 我擦了擦额头的喊道 强装淡笑 套近乎的说道 好的伯父 有机会呢 我一定去 又跟徐晓玲聊了一会儿 挂散了电话 我还在思索 空间戒指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思索了很长时间 却什么都没想出来 不由的暗叹了口气 这世上啊 有太多匪夷所思的事 比如隐能 说到隐能啊 我这三个月来进步非常大 按照老片子的笔记 隐能分为九个级别 每一个级别呢 又分为九段 初级的隐能修者 实例是九段 九级九段 最厉害的是一级一段 老片子的笔记上写道 如果隐能能突破八级 达到七级九段就可以零空飞行 按照老片子的笔记 我发现应该是 我现在应该是九级三段左右 我现在双臂可以完全火焰化 而且可以像老片子一样 扔出火球 而且啊 还可以像喷火箱一样的喷出火焰 喷出的火焰啊 能达到四米那么远 只不过呀 这张非常耗费瘾呢 我只能维持四十秒左右 而如果是正常的将双臂火焰化 就能够持续十三分钟左右 只不过最近啊 没机会利用到隐能 所以呢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隐能有多强 然后啊 过年这天 一大早起床 贴队梁 放棉炮 家家户户 张灯截彩 吃过了早饭 我正在喝茶水的时候啊 忽然收到一条转信 拿出手机一看 是简单发来的 我承认我一心啊 不能二用 因为我对你一心一意 我承认啊 我身不由己 因为你带走了我的灵魂 新闻新新年快乐 哈利 开完短信 把我茶水喷了出来 刚才给简单打个电话 骂的几句 他又发过了一个短信 不好意思大哥 发错人了 我直接给简单打了过去 对他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呀 我指出 你给女朋友发的短信 哇他太俗了 知道吗 俗不可耐 你知道吗 挂断了电话 我想起 想了半天 把简单的短信 给徐晓菱转发了过去 总之啊 这个年过得很是开心 虽然我一直都没弄明白 空门的大姑 为什么会出钱重建祖屋 大年初五啊 我们全都准备离开了 大姑一家坐飞机回去 我们一家坐火车回去 车票全都买完了 送我们的呀 仍然是那辆面包车 不过这次啊 大表姐没先进车祸 先送他们到了飞机场 大表姐对我说的 小龙 以后有空啊 去我哪里做课 我带你出去玩 没问题 大姑大姑父 表姐再见 其实本来呀 我也想订飞机票 因为这边啊 有直接到麒麟市的航班 但老妈呀 有恐高症 坚决反对坐飞机 所以呢 那就不了了之了 回到家之后呀 发现流血大姐 已经在家等着了 我惊奇的问道 哎大姐啊 不是给你放了一个月价吗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我想求你帮一个忙 大姐隐森的说的 你说吧 我要借十万块钱 为什么呀 我问道 虽然我不应该问 但是我还是很好奇 你每次赚的钱都给谁了 借十万块钱没问题 如果你有什么难处啊 你可以说一出来 我会帮忙的 流血大姐沉默了一会儿 终于说出了她的身世 原来啊 大姐的肚子之所以一直流血 是因为当年呀 生孩子的时候 破妇产 大出血儿子 她死后啊 她丈夫没多久 就又找了个女人 在一起生活 把孩子扔给了 流血大姐的娘家 但流血大姐的 丁娘家呀 也不宽裕 而且流血大姐的父亲 还有糖尿病 每年光是买胰岛素 就要花不少钱 孩子呀 上了幼儿园的年纪 家里还在拖时间 拿不出学费 房子也破的不像样子 大姐说 她想借点钱 修修房子 顺便呢 让孩子上学 哎呀 可怜天下父母亲呀 原来流血大姐家里那么困难 怪不得每次行动的时候 她都失责打开口 虽说前阵子给她一万多块钱 但最近三个月 基本没什么行动 我也没给过她钱 所以呢 到了现在 她在开口向我求助 我当机说道 行 大姐 这样吧 反正最近也没什么事 我帮你张罗 盖房子的事 还有你孩子上学的事 好多次 咱们 咱们 感谢观看